老師過來看陳建宗 陳建宗就說他有利的玉女番茄 這個香蕉有大量一定黄去 而且你看他那個地頭那裡 就是會有黃綠黃綠 所以我要請教老師 原因出在哪裡 這個黃蕉這種其實會比較 比較令人擔心 它這個香港人電ali的藍圳 大概就可以看到 果色的確甚至很均勻 還有黃綠黃綠黃綠綠的 pinky 那麼在這個地方的這個場所 Bartlett 甚至也一定有一點這種的 會感到它出現一個黃綠黃 那麼蝦仔的一個保温的性質 蝦仔有向後捲曲的這種這種 這種的經營 所以這可能比較擔心的 是這個環球的這種黃化捲葉病毒 這種有時候在我們 在甘蠟咪裡面其實也很常見 所以今年很多人說 今年這個沒什麼問題 那麼這個天氣真好 這個鐵渣糧 所以這個好像很好種 這很多都是這樣說 都說真好情真好情 那麼初期好像感覺很早的人也是很高興 這感覺也沒什麼問題 但事實上今年的這個分散的 營業粉絲的這個看起來 其實還蠻嚴重的 這有時候讓我們很難來改 很難來改這個風景 所以在一些這些病毒病的解決問題 好像陸陸續續 尤其一般在北斗很少在苗期的時候 苗期的時候 我們看得出來的通常是 它生長都沒說太好 譬如說缺體性黃化 這跟病毒很像 這有時候你會覺得很多 你真的說在這個苗期就很嚴重 事實上真的是這樣 就是說很少看到苗期就很嚴重 所以你這個觀察看看 你這個蟲子變小蟲 所以有向後捲曲的一個景色 然後這種各的一個顏色不是很正常 那麼這僅有可能 僅有可能是這個 這種黃化捲葉病毒 所以你這個要小心 這在整理的時候這張就比較特別 就是說看是要最五月 比如說最五月要去整理 或是直接就可能要有一點點準備 這要尤其它的顏色不會漂亮 然後很多這種小蕃茄 那麼病毒料其實還可以 就是說小小蕃 小小生小蕃 然後糖度也沒有下降很多 很多 這個小蕃茄是這樣的 你本來就沒有很甜的 所以降下來也沒有很多 你降下來也沒有很多 但是 你如果是剛才這種像 這個瓶子的瓶頸 其實它 它在吃藥還會甜 但是這種瓶頸 它正常有的瓶頸 這一比較其實還是差很多 所以就很多人覺得這種不行 那麼這個部分也就很比較有 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這裡讓我們好朋友 先做一個了解到 這個確實 確實呢 很容易有這種的進行 在這裡 那麼讓我們好朋友 先做一個參考 這是這個病毒病 那麼一定要注意 這種的這個 這個 它是在嚴重的時候 就是 輕微 你可以消化 可能就一些 這個 這個 抗病毒的這個東西 譬如說 你幫它補一下 這個N9 那麼有的人 會適量幫它補一下 這個微量元素 這個微量元素 這個部分的消化 來幫它補一下 那麼 然後呢配合 這個 像這種 氨基酸蛋白質類的這個東西 這個N9 還是說 我們 之前有一個 特別的 這個 這個 嗯 一番 松素的 這個 提取物 其實這種 所謂松素提取物 是它裡面集中的 這個性分 那麼 也能 這個 作物 對於這種 病毒 有一個 這個 耐受性 比較好 這當然 有時候 如果是 不要說 太厚烈的時候 那麼 沒有說 它大概會 慢慢慢慢 把它調整回來 就是說 比較不會太厚 目前 是有這種 情形 在這裡 我們好朋友 做這個 場客 大概 可以這樣 做這個 處理 試著 減少 我們的 順序 這裡 了解 去 坐 坐 下 坐 床 坐 坐 上 感谢观看